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立的智 玩了一款武侠RPG游戏 那么这款游戏的剧情大多数是取材于古龙的小说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像《多情剑客无情剑》 《天涯明月刀》《陆小凤传奇》《楚流香传奇》 以及《绝代双交》《明剑风流》和《武林外史》之类的 那么相信看过古龙小说的玩家 都对古龙小说注重阴谋谜题的特点已经了然于胸 那么这款游戏就是将这些小说精心的设计了一个庞大的背景故事 设定了一系列复杂的这个阴谋相关 那么是将古龙的小说巧妙的融入其中 这个游戏中的玩家将这个亲历古龙小说中的这个著名的情节事件 参与甚至可以说是能够控制其他重大剧情的这个发展 这个为了加强这个游戏内容的深度 以及这个可玩性和耐玩性呢 那么这款游戏呢是在架构上采用了这个完全开放式的巨型和任务系统 也是多开端和多结局 那么这个古龙青霞站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大地图上没有任何的限制 随便你跑 尽管是一个地方的话 这个怪物等级有所不一样 所以的话这个给我们这个练集之路呢是带来了这个不少的方便 所以说的话即使你不去做任务光练集的话 也是可以玩出一些心得 另外像这个许多地方的话都有这个卖武功秘籍 那么这也是一个我们获得其他武功的一个捷径 不过具体的一些比较厉害的武功的话 还是得需要去做任务 那么需要自己有能力去这个完成一些东西 才能够获得 那么除了在这些战斗系统方面外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武器店买卖这个武器装备 然后不断升级 那么与NPC交流呢 也可以获得信息或者是接受任务 这个作为这个2000年的一款游戏来说呢 这款游戏确实是在这个之前任务系统方面呢 做得非常不错 然后随着我们玩家等级的提升和这个所做的这个事件 我们的这个信誉和这个声望也会不断上升 那么也是可以在队伍中加入许许多多的人物 那么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 这些人物的话这个风格迥异 武功这个也是不尽相同 那么这个如何搭配才能够产生这个最强的DTS呢 也是游戏中经常为玩家这个津津乐道的一点 这个思思入寇的古龙群侠传 还有这个战斗来说非常不错的这个古龙群侠传的游戏 那么确实是怎么说 发现这个优酷网上呢 或者是其他地方并没有这个古龙群侠传的这个低人称视角的实战视频解受攻略 那么在这里的话也是想做一做这个视频 不管说做的怎么样的话 还是那句话以这个怀旧 然后尽量的为大家能够将这个所有的武功都这个习得 然后的话呢 还是还是注重一些这个技巧方面或者是细节方面的研究 那么为大家尽量呃尽量呈现一个完整的这个呃 古龙群侠传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闲话不多说 还是在这个游戏过程中一点一滴的为大家涉及这个剧情以及这个武功 好的 那么就是点这个出射江湖 呃 两千年那个时候的游戏的话 还是主要以这种呃 二弟也是不出彩的这种画面为主 呃 刚开始也是这个出现一名女子 呃 这个 呃 也是在这个称赞大师兄 呃 这个习武比较勤快一些 呃 师妹青蓝 呃 师兄 墨天野 呃 呃 那么这个从墨天野的这个话语中呢 也是可以发现 他是一个这个比较有野心 呃 要成为这个天下第一刀客 呃 那么通过二人的这个对话呢 也是得知 这我们的主角要和这个大师兄墨天野进行一场一番比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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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正当这个大师兄在外面练武的时候呢 我们的主角沈姑云的话呃 呃 还是在这里闷头睡大觉 呃 这个范伟那句话呃 呃 怎么说 就是同样生活在一个世界的人 这个做人的差距确实是比较大一些 好的 好的 这里的话是出现两个选项 那么肯定得去这个后山山洞 因为这个后山山洞的话 呃 不去后山山洞 我们没有办法练极啊 一级的我们是肯定打不过大师兄的 毕竟是自己的师妹啊 那么就像这个 月灵山与这个令狐冲一样 但是不同的是呢 这个 在这个 造江湖中呢 是 这个 令狐冲啊 曾经单恋月灵山 但是月灵山确实对林平之情有独钟 不过在这款游戏中呢 是这个青蓝对我们的主角 这个 方星暗许 呃 不过我们的主角似乎是比较迟钻一些 而且这个游戏的话 也不一定 呃 最后非选这个青蓝啊 作为最后的这个 女主角 那么这个 女性的这个 玩家呢 也是 比较多一些 不过是需要我们做一些这个任务 好的 呃 那么这个 这些 呃 这个 赖蛤蜡玩的是这个 沙家整合版的这个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捷一些 然后这个打开F1的话是有一些这个帮助系统的菜单 那么在这个后期进行游戏之前呢 还是为大家这个熟悉一下我们的这个键位操作 好的呃 这个是版本信息 呃 以及一些这个快捷键 那么只呃 了解这个快捷键的话是比较方便我们进行战斗 像这个 S攻击 D防御 S特殊 然后M 按器 I 道具 嗯 W 逃跑 A 自动 那么这个 按了A的话 只要点击这个鼠标的右键呢 就可以回复手动 R是这个 重复 那么这个 呃 Ctrl 123呢 是三种不同的这个档次 呃 的这个速度 好的 还是Ctrl 3 好的 所以看速度 那么右键的话呢 是这个可以进行跑步 呃 也是相对来说不错 好的 另外说到这个 一些这个古老游戏的这个录制方法呢 呃 这个首先呢 大家要这个 呃 试录 然后这个 找出这个游戏的分辨率 那么再把自己的这个屏幕调节范围呢 呃 设定到那个分辨率的话 这样就可以 这个 录出这个全屏的游戏 而且的话 这个发现这个 有许许多多想尝试这个 录制游戏视频的玩家呢 这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散一点 这个 在上传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声音的话 是会大幅度削减 然后这个 涂下的话 也是会有一些不清晰 所以的话 这个 建议大家在这个录制的时候呢 是尽量把这个声音 呃 录制的比较高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大家才这个 在优酷上看的时候呢 这个声音就属于正常 那么这个 换位思考的话 你是愿意把自己的声音调高 还是从高 呃 往低降呢 显然的话是这个第二种 所以的话 呃 而且这个将自己的声音录高 呃 那么降低声音 或者是提高声音 这个 自己的这个声音的完整度 并没有这些影响 但是 如果你本身录制的声音 就很低的话 那可想而知 优酷的声音 几乎就是没有 好的 也是给大家 啊 给一些这个 初级的这个录制玩家呢 一些这个小小的建议 来到这个 出门以后呢 这个 村里面并没有什么支线 或主线任务 那么来到这里呢 也是 好的 也是有些话 啊 好的 说到这个御敌系统呢 这个古龙群下站的 这个御敌系统的话 确实是比较不错一些 那么这个御敌系统的话呢 是有这个 明雷与暗雷之分 好的 就这里的话 可以这个明雷暗雷随便切换呢 也是给这个游戏呢 是 呃 增添了不少乐趣 不过前期的话 在这些村落 基本上遇不到这个暗雷 那么在暗雷的话 一般遇到的是一些 这个江湖杀手 或者一些其他的人物 那么也是在自己的声望 呃 呃 自己的这个声誉 呃 名望这个 比较高的时候呢 才能够遇到 呃 剩下的这个 所以的话 前期呢 我们是需要 这个通过明雷 预敌 来提升自己的这个战斗 好的 这个还是这个 敏捷的话 就是 呃 决定人物的这个攻击顺势 那么这个战斗来说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一些 呃 相对来说还可以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苍穹十三式呢 是作为这个 我们前期的这个 比较 宝宝的一个 这个 不用耗费内力 呃 就可以进行的这个 攻击 哦 好的 那么 相对来说呢 主角是比较容易升级 然后这个 青蓝的话呢 是 少 稍微难一些 好的 前期的遇到的小怪的话 就是一般是这个 土狗 或者是这个 毒蛇之类的 但是毒蛇的话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些 这个可能是 会对自己有这个 附加中毒作用 好的 那么在这个 每次升级之后呢 是可以获得 这个经验和这个潜能 这个潜能的话呢 是可以加这个 人物属性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强壮的话 呃 攻击力 防御率 资质的话 自然就是物性 也就是每次 能够战斗完 获得的这些 经验和这个潜能 升法的话 自然就是这个 敏捷 以及回避率 意念的话呢 是这个 意念和洞察的话呢 是这个 可以这个 提高这个 暴击率 然后能够成功的 防住对方的 这个暴击 那么这点是跟 意念有很大关系 跟古的话 自然就是血和膜的 这个上限 那么这点 这个 洞察的话 在这个 古龙群牙战中 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有特色的 一个 这个 呃 技能 那么这个洞察的话 俗称也就是 呃 所谓的这个 眼力 那么这个 洞察一旦高的话呢 就是可以发现 这个对方的属性 相当于在这个 这个三国巡侠传中 这个 鲁素的这个技能 审视频量 啊 得知对方的这个 等级 呃 血量 以及磨量 还有一些 其他各方面的 数 属性 数值 那么这个 洞察 就是起到 这一点作用 那么除了在 这个战斗中 这个洞察的 这个作用之外呢 这个洞察高的话呢 也可以发现一些 我们洞察 第一就根本 发现不了的宝箱 那么这点的话 也是非常的 这个不错 好的 呃 还是这个 继续练及 那么也是遇到了 这个三个毒尺 毒蛇 这个 似乎是有一点难打 那么这个 还是说到 这个毒蛇的问题 嗯 那么是有一些 就有 有时候 有一定的概率 会遇到一些 就是 呃 长得比较大一些的蛇 那么这个蛇的话 呃 大家千万 要这个 注意一些 这个蛇的话 是有这种 一方面 它自身的 这个攻击力 是相当的高 那么 另一方面的话 它这个 是有这个 群体的一个 伤害能力 就是 出现一种 就是向前 吐的一种动画 那么这里的话 也是 呃 要非常小心一些 好的 右上方 来到这里 剧情自动进行 哦 这个 摘花 啊 花的美在于 绽放它的生命 啊 一个真正喜欢花的人 欣赏远比采摘快乐 这也就是 怎么说 呃 周敦于爱莲 说的那句话 可远观而不可谢完宴 呃 的确是这样 好的 那么在绕一大圈之后 还是这个右上角的方向呢 就可以到达这个洞窟 这里的话 还是遇到一条白色的蛇 呃 这个白蛇的话 嗯 还是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还是提醒各位玩家一点 是 还是这个 SL 这个要经常运用一些 啊 否则的话 如果一遇到这个 指不定什么时候 突然 一个极低概率 遇到这个 比较难缠的敌人 啊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得不偿失 好的 前期的话升级还算是比较顺利一些 呃 好的 那么一直往右走 然后通过 先往右 再往上 呃 这种防御方式 呃 这种行走方式呢 就可以顺利到达这个洞窟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也是这个主角 呃 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快捷的这个祭导对方 好的 还是右键这个绕啊绕啊 那么这里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好东西 呃 走到这里的话又是 我们的这个主角沈顾云还在想这个剑术 啊 也是这个痴迷于武功啊 最新于这个剑招 然后忽略了身边对自己这个心目已久的这个师妹啊 这个 好的 右上方呢 可以来到这个山洞 这个山洞的话呢 是这个 因为前期我们的这个洞察来说的话 相对比较低一些 所以能够发现的宝物呢 也是比较少 呃 等我们后期将这个洞察这个树植加上来以后呢 重新探索这个洞窟呢 可以继续发现一些这个新的宝物 那么这一点的话也是比较就是 这个古龙群侠站做的好的 做的不错的一点 呃 好的 这个洞窟呢 我们是先来到右方这 右方这里呢 是会这个 后面的话是会有一个石门 那么这也是这个剧情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这个石门的话 在后期呢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这个呃 任务的一个场景 那么说到这个武功升级方面呢 这个武功的话是除了可以用这个潜能升级之外呢 那么在每次你使用的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可以这个升级 只不过这个使用的这个 升级的话是比较慢些 好的呃 转眼之间呢 是升到了四级 好的 先来到右方 先来到右方这里 好的 这里有一个这个石门的地方 那么升到五级左右的话呢 就可以这个进行这个任务 然后 一会儿的话是会遇到一个初期 这个游戏正式开始之前的一个小boss 一条蛇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查一些 不过问题不大 好的 这里一个宝箱 那么一把剑 好的那么这个古龙琴侠卷的话也是这个 还是以这个出众的这个武功这个系统特色来进行 好的 好的这里剧情自动进行 好的 前期的话 似乎是呃 就是这里有一个宝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呃 这个右边分叉的这里呢 也是没有什么好这个可以发掘的一些东西 呃 我们现在的任务呢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等级链到五级 然后呃 这个从这个呃 洞窟的入口呢 是向左管呃 走到这个 有一柄这个剑的地方呢 就可以呃 遇到我们所要这个 击败的这条蛇 那么也是剧情会自动进行 呃 现在的话还是陷入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这个链击过程中 那么只要熟悉快捷剑的话 手点的不是很累 那么这个就呃 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好的 那就是像这些地方或者是这些地方的话 因为现在我们的洞察是比较低的 本来这里是有这个宝箱的 似乎这里是金铁之类的一些呃 这个东西 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洞察所限的还是发掘不到 所以呢 这个后期如果有这个 有这个潜能的话啊 尽量的是要把这个洞察加的高一些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链级的话 这个初期的话是推荐大家 呃这个赖蛤蟆自己的这个经验是有一个这个链级 呃有一个链级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经验和潜能比较多 但是这个危险性也是比较大 好的 这里就是发现一只这个颜色 嗯 不不怎么一样的这个土狗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厉害一些 好的 又是一个暴击 呃 我们一个暴击呢 对方也是防住了我们的这个普通攻击 好的 那就是这里 这里的话 这个点位呢 是会有时候会遇见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这个怪物 那么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洞窟遇敌 呃打多了的话 大家也会总结出一些经验 好的呃 现在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啊 那么也是还有这个三十多点经验就会升级 那么也是不要着急 好的 这个左上方啊 到他左上方这边的话是可以遇敌 呃 可以遇到这个任务 我们还是在这里 呃 刷一刷看看能不能刷出来一些比较厉害的这些蛇呀 或者是一些土狗之类的这些东西 呃 紧张的话 我是为大家这个完全演示一下啊 尽管是可能有震丸的危险 好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苍穹十三式的这个熟练度呢 也是能够提升 这个相对这个青蓝来说呢 这个主角的这个悟性是比较差一些 然后这个 尽管是这个资质方面是我们还是领先这个青蓝一点 不过 呃 那么说到这个预敌的话前期来说还是看人品啊 这个像这个古龙警察传这个我也是录了这个有这个两三遍 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会遇到一些比较难查那些这个怪物 那么就是像这些啊 这个癞蛤蟆刚才所讲的一些大蛇或者是这个大狗之类的 那么也是比较烦人 好的就是这种大蛇 哦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 那么也是会放这个群体性技能 好的 这个56的伤害也是非常的这个可观 赶紧是先把你解决掉 好的啊 不让你这个能放出来有用的技能 这里的话这个关于这个系统的这个防御判定之类的 呃 这个有时候的话好像似乎也是跟这个电脑的CPU有一些关系 那么就和这个关于这个武林群啊 它转中这个只能用这个变速齿轮来调这个打地鼠的这个速度 所以的话这个可能这方面的话是有一些影响的 不过呢 它这个伤害的话也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呃 比较这个公式化的一个这个伤害计算公式 好的那么等这个青蓝升到五级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这个打蛇 好的再刷一次 这里的话又是遇到了这种打蛇 那么这个一下打了我们这个150的血 这个就是我在这里为大家这个念念不忘的这种打蛇 这个无论是这个血量防御攻击来说 这个都是这个前期我们的这个致命杀手 那么这次的话恐怕是要这个挂掉 恐怕是要挂掉 那么直接是这个打得魂飞魄散 这里的话还是尽快的这个脱离战斗 无论是被蛇打死也好 还是被怎么样引发 好的就是这种低概率的这种比较难传的一些这个怪物 好的那么这个死亡的话也是有一个这个 Action Movie的这个死亡画面也是比较血腥一些 好的还是选择这个重归江湖 那么通过这个独党存党的话 也是可以这个刷新这个野怪 只要是开启的这个鸣雷欲敌的话 那么就不存在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 好的再刷一次 那么也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怪物的这个大小来判断 这个其这个这个杀伤能力 那么这只蛇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那么显然的话也是肯定是不足之辈 前期的话关于这个加点来说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的 现在还是这个 有这个160的潜能点 因为后面要比5 然后这里的话呢 这个还是怎么说 加一些自己的这个强壮 一些 以及一些后面的这些东西 好的 强壮的话是可以提升这个攻击力和防御力 那么根骨的话也是可以提升这些血和这个膜的这个上限也是相对来说不错 好的 是这个 将我们主角的话 因为主角后面的话是要跟这个大师生比5 所以的话还是前面把这个基本属性称的比较高一些 而这个青蓝的话呢 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是我们选择给他主加资质 因为考虑到这个 古龙成下战呢 是有两种结局 那这个我们还是 这个给师妹一点这个不错的待遇 还是希望能够一直把他这个练到最后 因为这个后面所加入人物的这个状况的话 是跟你这个目前的等级匹配的 也就是换一句话来说 本身你自己可以练到60级 那么你加入的人物也是60级 那么大家这个在玩网游抓宠呀 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 这个游戏的时候也是有这个 很深刻的印象 你是抓一个这个60级的这个野宠 当自己的这个宠物 这个输出能力强 还是抓一个一级的 然后慢慢的练上去 这样这个成长性高 那么显然是这个从一级开始 然后自己决定他的这个成长 那么这样的话 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 这个人物的 或者是这个宠物的这个DPS功能 所以的话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里 这个赖蛮蛮还是决定 就是经过一番斟酌之后呢 还是决定要这个 一路上带着这个师妹进行练击 因为这个的话 确实是这个 就像刚才我我所说的那样的这种情况 好的 这个一直往这 我们还是将这个 我们还是将这个鸣雷 按雷切换一下 好的 那么就省得这个在路上 这个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好的 那么再进入第二个洞窟 左上角 好的 就是这里 这个有一个这个 竹木剪的地方呢 是会遇到条蛇 那么这时候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我们主角 一个人应战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只能两个人一起 好的 这个 战斗的话也是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还是应该能够这个稳稳的战胜 只不过我们前面的话 这个给这个青蓝是加了不少这个资质啊 所以的话 他这个基本属性的话 可能是比较 差一些 不过问题不大 还是顺利带走了这条蛇 好的 那么也是获得这个资蛇胆 好的 那么这里的话 洞察高的话也是可以会发现一个宝箱 那么这个 五级之后呢 就可以 这个 挑 这个单挑成功射 其实四级的话也是可以的 不过是有些危险 这里的话 这个 为了这个确保我们能够顺利的这个 这个杀死这个毒蛇的话 还是选择了这个 稳妥起见 好的 五级 还是加一些这个基本属性 因为一会的话 要是要跟这个大师兄比武 好的 那么这个走出洞窟以外 这个也是获得了这个青蓝的鼓励 这个明天的比武 一定要赢 就算是为了我 这个有一点夸张 有点夸张 好的 这个一路无话 这个还是用右键 这个直接跑回来 那么这个五级的话 跟大师兄比武的话 也是有一点困难 不过还是 应该是还可以 那么存到另一个档 好的 与大师兄交谈 那面是通过正厅来到这里呢 与这个我们的师傅交谈 主角的师傅的话是叫静宣 一些基本的武学知识呢 就是刚才为大家所这个讲解的 那么 如果是对这个 因为要兼顾到这个老玩家和新手玩家的这个双方面 那么还是让这个游戏自动自动介绍一下 好的 人的这个六项基本能力 就是这个赖蛤蟆刚才所讲的这个强壮意念 根骨身法资质以及这个洞察 可以在战斗中领悟到的潜能点来通过这个来提升 我们也是一些这个这个 六种属性分别代表的一些这个事项 好的 一个时辰之后呢 也是这个 即将要和大师兄比武 那么和这个墨天野比武的话呢 是这个不求这个胜利 只要能够撑过他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必杀 迎风一刀斩的话 这样就可以顺利的这个进行 好的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与其攻击的话 这个你是打不死这个墨天野的 所以的话你只有 你怎么样都行 防御的话 自己现在也没有这个防御类型的技能 没有吸的这个五公秘笈 所以的话还是选择这个聚集 就聚集的话是可以这个将自己的这个 这个七零点聚集起来 为这个以后的武功这个 打到一个基础 这一方面是不幸是中了这个慌乱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是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这个困难 那么只要是撑过这个 只要是撑过这个最后的这个一轮的话 就可以进行 那么这个慌乱也是直接给对方用了一个这个 这个补血的补内力的一个东西 好的我们要将自己的这个血上限呢 这里的话又是中了这个慌乱 所以这个 就相当于混乱状态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 好的这里的是 实败 所以说的话这个五级打还是有一些困难 不过只要这个墨天也不放这个混乱 这个过关的话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的话就是看一些人品 好的还是这个没有中慌乱 这个又是又是来了这个慌乱 这个我对这个这个电脑的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无语 好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血一定要这个到这个200以上 这里的话又是一个慌乱 这个这个确实是完了 就这里这个迎风一刀斩只要我们是将这个迎风一刀斩能够顺利的防住的话 那么就可以这个赢得这场比赛 只不过这个已经打了两次 他总是这个放这个慌乱 那么也是很无语 很无语 很无解的 因为这个慌乱 你中了混乱 你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行动 也是非常的尴尬 那么刚才的话采取的是这个消极作战的一些方法 这个时候还是攻击 攻击的话后面是会这个相对来说 这个出现这个比较 这个 就是战斗以后的话会给一些不少不少的这个钱呢 总算是没有出现这个慌乱 那么也是在等这个墨天爷打一轮的时候 出现这个字幕剧情样子的时候呢 是就是 一些这个东西 好的就是这里 赶紧这个补血 赶紧补血 前期六号四的药品已经足够我们能够战胜这个墨天爷 但是这里的话又是一个这个聚气的一个必杀 还是补血 没有办法 好的 迎风一刀斩 只要能够扛下来这个 那么我们就能顺利的这个过关 好的 那么也是在这个比武过程中呢 是这个误伤了这个大师兄 好的 在这个比武完成之后呢 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养父 这个 紫贺 也是来到了这个家中 好的 是来到这里呢 是这个师父和这个养父 来交代一些事情 那么也是通过这个紫贺的叙述呢 也是得知这个江湖上的这个黑手沙 又这个重出江湖 血雨腥风 纷乱四喜 这个黄色的字幕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黑手沙 也是有一本这个所谓的无敌宝剑 传说中的武功秘迹 那么也是许许多多的这个武侠故事呢 都是因为争夺这个 一本武功秘迹开始 类似于这样的 还有什么 宝刀屠龙 这个 宝剑乙天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些 关于黄字的话 也是一些这个任务的一些重要提示 好的 那么也是在交代一番之后呢 需要我们这个走上这个探寻黑手沙秘密的一些道路 那么师兄在这里也是这个负气出走 决定一个人去打探一些线索 好的 这里的话呢 是可以这个有一些后面的分支 可以这个将师妹在队伍中 也可以这个一个人上路 前期的话 我们也是比较难打一些 所以的话 尽量还是让这个师妹啊 加入到队伍当中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选二 好的 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在这个 嗯 在这个山洞的话 以及这个 这个跟师兄的比武呢 算是一个影子 那么也是为了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 一般的这个操作流程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是这个 可以向这个外面走去 那么走出这个村庄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地图上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点位 那么古龙群雅站做的最好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 它可以随便的进一些场景 没有任何的限制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所以的话先来到这 先来到这个大草原 这个大草原这里的话呢 是有一些武功秘技可以卖 啊 然后 是有一个异兵梅可以收 好的 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这个 武功秘技 好 目前的话我们还是 这个 钱的话也是比较少一些 那么这个 在鸣杖中的话 这些宝物是比较少一些 好的 就是这里的异兵梅 那么这个异兵梅加入的话 是也是有些条件 需要我们的这个声望和这个 声誉和名望是到达一定的程度 才能够进行 所以的话 这个就是 我们要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呢 现在就是 这个到杀人庄 去探索这个 黑手杀的秘密 那么这个杀人庄的话也是 这个杀人庄 这个也是比较 声音的话是有一些恐怖 有一点那种 这个鬼片的意外 好的 走进杀人庄 先是一段剧情 自动进行 杀人庄的这个管事 高老头 恩怨自解 自由杀人 那么在这里呢 高老头也是对我们提出了一些忠告 好的 这个时候呢 是一会儿的话 走到一个特定的位置 是会遇到这个三个来袭击的敌人 目前的话 我们五级的这个 这个能力的话 也是比较差一些 是打不过这几个人的 所以还是踩一些鸣雷 好的 还是踩一些鸣雷 这里的话遇见三个这个 遇见三个这个小混混 这个江阳大道 是有一些难缠 有一些难缠 那么也是没有想到 一次就一下遇到了这么多 这个比较难打的一些 这个三个人 那么在这里的话 怎么说 还是给这个 青蓝使用一个这个药物 尽量不要死 看看能不能就把这波经验吃到 只要这个对方不会补血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对方的这个 将这个 输出的话呢 都是集中在了这个青蓝身上 是有一点危险 不过问题不是很大 也是护住了这个 那么这次攻击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将对方的这个血量 打到这个 他的这个上限以下的话呢 就是会出现这种 对 就是这种 卧倒在地上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是补血 是可以将他这个 从这个 丧命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挽救回来 但是如果是你的这个攻击力 这个超强的话呢 是可以直接 将对方打得横飞扩散 好的 也是60多点的经验 相对来说还是不错 尽管是有一点伤 有一点伤确实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是需要加一些洞察 因为后面的话 是会遇到一个 这个排八卦的一些 这个 任务 那么这个也是 比较难成 需要我们的这个洞察呢 至少在这个 似乎是10以上 才能够进行 好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洞察加了两点 已经是可以得知 对方的这个生命 不过有时候 这个 从这个数据上来 显示的这些东西 未必是这个 真的 呃 就是说是 还是说自己的这个洞察 有一定的 这个 有一些地 然后的话 这个 然后对方的这个生命的话 也不是 像你显示的那样 好的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杀人庄的 这个鸣雷的话 也是有一些 这个 比较难缠的一些 这个队伍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在杀人庄 是可以遇到一些形形色色 各种各样的人物 好的 那么这里的话 是有一个赵天 这个赵天的话 后期也是可以加 我们队伍当中 只要自己的这个声望 够一定数值 也是属于一个刀客 那么一个这个敌人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按A 用自动剑进行 反正前期的话 是这个 由于这个经济 不是很宽育 所以的话 还是以练这个 基本的技能为主 好的 这里的话 是有一个 有头像的这个 鸡灵缝 那么这个法型的话 也是比较 诡异一些 好的 我们也是再刷一遍 这个敌人 那么由于给青蓝 是主家的这个资质 所以的话这个 打起来的话 是有一点 有一点困难 有一点困难 所以的话 这场战斗 似乎是这个敌人 老是这个防止 我们的这个进攻 有一些难缠 而且的话 这个攻击点 都是集中在青蓝这里 那么还是要这个 通过链击 将自己的这个段数 至少提升到 这个七级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 才会对这个 后面的这个战斗 有一些这个保障 好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这个青蓝这个武功的话 是有一个凝确症 这个的话 在初期是这个 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也是 多加一点 好的 升到五级的话 升到十级的话 似乎一下是 可以加这个四百点血 相对来说 前期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以用凝确症 给自己补血 好的 还是遇些鸣雷 那么这个和尚的话呢 是这个 也是这个 属性来说 比较高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一个 群体性伤害的一些技能 不过好在目前 我们是有这个 补血技能 所以的话 问题 不是很大 不过的话 也是有这个 阵亡的威胁 那么这个 在杀人装的 这个鸣雷当中呢 也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 也是比较 厉害的一些角色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我们需要 这个 注意一些 好的 特殊的凝血咒 给自己这个补血 好的 那么五级的凝血咒的话 一百气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不错 好的 那么两个和尚 给的经验的话 也是比较多一些 那么这个 女刺客的话 就是这种 这个攻击手段的话 就是这个 漫天花雨 也是我们在后期 可以习得的 一种 这个 暗器的手法 那么相对来说 如果是后期玩家 想选择 这个走 暗器的 这个武功路线的话 也是 怎么说 漫天花雨 也是所谓的一种 比较强的一种 这个 暗器手法 好的 又是两个人双双升级 那么大家也是可以看到 随着我们等级的这个提升的话 也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声誉 和这个名望 也是在这个 逐渐的提升 那么通过做一些支线 或者是主线任务的话 也是可以提升 好的 那么这里的话 那这个 给我们的这个青蓝 是加一些这个血 但是青蓝的这个 这个血和这个膜的话 确实是比较少一些 相对来说前期 好的 那么在升到七级之后呢 就可以这个 继续进行剧情 好的 那么这个 为大家还原下 好的 刚进门 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直直 上前走到这里 好的 就是我说的这个 三个刺客 三个空轮地子 那么是把我们误认为 一个这个叛徒 也是不由分数 就开打 那么这三个三货的话呢 是会这个 轮番的这个补血 那么这点的话 是有一些这个难缠 这个怎么说 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呢 是可以将这个对方 打到一定的血量 然后 不要打到太低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电脑就会有一个判定 就不会给这个 自己的这个队友补血 那么这样相对来说 然后下一轮 集中火力将它秒掉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刚才的话 又是一个1500的大药 那么也是非常的奢侈 那么只要不出现一些这个 类似于对方防住 或者是 之类的一些东西的话 应该是可以顺利的 先带走一个 好的 那么只要带走一个的话 后期就了 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其实这个战斗的话 这个不是怕对方人多 人多也不在乎 只要能够集中 这个尖敌 各个击破 就是一种很好的 这个胜利手段 这个我们所担心的呢 就是这个 三个人之间 这个协同 这个 经常的话就是 补血 补血 再补血 也是非常的令人懒怒 好的 画这个 谈笑间里 是已经将两个敌人 干掉 那么说一说这个自动的话呢 是这个系统会默认是 就是 主角是这个 苍穹十三世 或者是后面的 这个残阳 这个青蓝的话 就是默认的这个 断履 好的 在击败三人之后 那么 正要继续开打的时候呢 这个白鹤道长 前来劝架 这个也是 这个看过这个 这个 古龙小说的玩家呢 也是对这个 于佩玉这个人物 确实他的这个 命运经历的话 也是非常的坎坷 先天无极的 这个巨大的秘密 也是 这个看到后面的话 多情剑和无情剑 这个 非常的这个 出乎意料 那么 好的 那么在这个 战斗之后呢 是会得到一个 这个疗伤心法 也就是这个 凝血咒 好的 就这个武功 道具 这个疗伤心法 是这个 怎么说 这个 我们所需要 习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 补血的话 也是 恢复性的 比较好一些 好的 在这个 战斗完之后呢 是来到这个 这里 询问这个高老头 好的 那么也是从这个高老头这个口中呢是得知了一些线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往上走 来到这里 好的 剧情自动进行 迎花娘子 那么来到指格呢 这里的话 这个 这个 来买法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这里的话 给这个初期玩家带来困惑的就是这个找不到这个剧情不能自动进行 那么就是自己的这个 洞察的这个能力不够 所导致的一些这个原因 好的 这里是这个顺利的拼出了这个八卦图 那么这里的话呢 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鸣雷 那么这里的话也是可以绕一绕 也是有一些这个宝箱的 好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这个敌人的话 还是和这个杀手装 这个杀人装后面的一些 前面所遇到的一些这个怪物 有一些这个类似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还是这个关闭 还是这个进行主线任务 那么也是在这里多绕一绕 好的是发现两个人 那这这个是逼真的假人 那么这个在这个骨龙圈牙圈中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血尸 也是非常的恐怖 好的 那么来到这里的话是会发现这个血尸的房间 好的 那么这个向左上角走的话就是这种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来到这个右上角 也是这个一路狂奔 一路狂奔 好的 这个时候呢 是会遇到这个真正的鱼配玉 那么相信这个看过这个多情剑客 无情剑的这个朋友们 也是对这个剧情有一些了解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还是为大家将这个剧情演说一遍 那本身这个这个鱼配玉的这个父亲呢 是先天无际的这个掌门 也就是武林盟主 但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歹人的话 就是已经本来已经把这个除了鱼配玉之外的 所有的这个他的家人都这个杀掉 然后也是这个派人冒充了自己的父亲 这个恶贼的这个易容之术 这个极其高明 那么也是这个鱼配玉深知自己中了这个极六丸之毒 也是命不久矣 好的在这里这个鱼配玉这个交谈后 那么这里的话直接对方是一个暴击 直接将这个青蓝这个打残 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一个九级的这个小仆役 只不过就是 箱的来说比较难查一些 没有任何太大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如果是这个保险起见的话 还是先给这个自己加一口 又是一个这个暴击 那么也是非常的无奈 这个系统设定就是人家这个暴击 人家一直暴击 然后你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 而且这个血量的话 如果这个不迅速将其打到最低的话呢 也是这个敌人的话会回复 这点的话也是比较这个尴尬一些 不过这个通过战略中的这个凝血周的使用呢 也是可以这个升级 只不过这个速度来说的话是有些慢 还是那句话 保险起见 这个多将自己的血提一提 因为目前我们是七级 人家是减的级 然后自己的这个血上限的话 还是比较低一些 那么苍穹十三世的话 作为这个江湖上人人都过的一种武功 这个对方也是给我们拿了一发 这里的话还有最后一点血 好的 也是顺利的带走 好的 怎么说 这个七级来说 打这个人物的话 还是有一些困难 那么这个时候是 还是将这个鸣雷 鸣雷这个点开 然后升到八级之后 再进行战斗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呃 前期的话 这个遇到的敌人 有时候会说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话 呃 像这个什么 此树是我栽 啊 此山是我开 呃 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之类的这种 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呃 记不得这个 这两个字叫 这个 这个路灵 呃 这个 这个 道上的话 这个 这个相对就是 前期攻击力比较低的 这个 这个 苍穹十三式的话 这个呃 练起来还是相反来说 比较不错 而这个 断铝的话呢 这个 尽管前期的这个攻击力是不错 但后期是有一些这个 乏力 那么通过一些这个具体的战斗呢 大家也是可以得知一些这个敌人的这个攻击方式啊 以及这个属性这个血量上限之类的 那么在这个了解这些之后呢 是可以 很方便的我们进行这个练级啊 然后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方法 能够快速有效的进行战斗 好的 在这里是两个人都升到了这个八级 那么这里的话 给亲人还是主要加一些这个资质 因为是后期啊 要练的一些这个人物 那么我们的话也是加一些资质啊 还有这个身法的话 也是需要这个 好的存档 那么走到这里的话 右边好的就是这里 那么也是从这个一个房间出来 趁着现在找一找这个有用的线索 好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 是我们需要到这个 这个房间的这个床上 好的 这个找到一个这个配遇 那么居然是在这个 这个姬夫人的房间中 找到了这个 先天无及的这个家族中 独有的珍藏 好的 在这里的话 这个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是从这个大门出来 那么突然是遇到这个怪刀客 这场战斗的话 是没有任何一点的这个胜算 那么这个怪刀客是怎么也打不死 尽管是有这个前面 我们所我们所说的这个 一些这个数据 但是你就是怎么也打不死 所以的话 这场战斗应该说是这个必败 你们杀不死我的 那么浴气的话 也是这个状态的话 也是不能使用任何的这个物件 好的 不管怎么说 总算是这个坚持到这个剧情能够进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银花娘子将这个鱼配玉截走 我们还是被这个 呃 怪刀客所这个 侠持 不过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神秘人 好的 也是将这个怪刀客这个击败 好的 还是将这个明列案来切换一下 啊 那么到这个高老头这里 好的 那么也是这个 这个将这个鱼配玉的信息告知高老头之后 也是 呃 事情又出现了一些这个转机 好的 那么在杀人庄的这个事件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洛阳进行下一步的任务 那么还是来总结一下这个杀人庄的话 呃 这个杀人庄的话 相对来说战斗是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这个 也没有什么可以这个走的一些之前任务 唯一的话就是这个赵天啊 后期的话也是可以这个加入到战斗队伍当中 如果是这个赵天的这个综合属性来说都比较差一些 不过如果有喜欢赵天的这个玩家呢 也是可以不妨尝试一些 呃 好的 那么这个杀人庄的这个攻略 呃 就是到此结束 那么下一站的话就是到这个洛阳城 好的 那么现在的这个主要任务呢 就是呃 向这个洛阳城走去 日志 呃 任务列表 好的呃 古都洛阳呃 务赋名峰 呃 素以牡丹文明天下 烟花向也久赋盛名 天客 骚人多会与此 武林群鹰 异彩分成 正是这个 青楼鸣记 呃 音艳语 呃 豪侠义士 孟长君 武林群鹰 飞天舞 江湖笑傲 传古今 呃 这般华丽之都 竟有女子失踪 此事 不一定为黑手杀所为 但江湖分乱可见一斑 而江湖分乱则一定与黑手杀有关 那么杀人庄的这个线索已断 呃 不如和师妹到洛阳调查 女子失踪事件 也许会有什么发现 呃 也许 好的 那么这个进入洛阳城 还是这个 开启加速 好的 这正这里是遇到了这个村子里的这个一个 呃 这个猎户算是 这个 使鸟在飞 不如一鸟在手 呃 好好珍惜自己 好的 就此别过 那么也是一段这个 无关紧要的这个空白 呃 那么现在这个 在城里的话呢 是可以遇到一些这个 呃 暗雷 呃 一些敌人 好的 那么这个洛阳城的话呢 是有一些这个 我们后期可以这个 加入的这个队伍当中 呃 的一些这个 人物 好的 那么对于不熟悉的玩家来说呢 还是让大家这个 呃 多看一看 多点一点 好 这个棺材铺 呃 这里的话是没什么可这个 发掘的这个故事 好的 那么是跟这个路人对话的话 有时候是会这个 增加自己的这个声望 或者一些其他 呃 别的东西 那么一千块钱的话 目前是这个 可以买一些衣服 呃 好的 青铜件 哦 竹件 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可以将这个 青铜件装备 好的 呃 是把这个 两个这个 竹柜 卖掉 那么也是一千三 啊 一千三的话 这个 还是 怎么说 啊 先买买几个鞋子吧 防御力三十 这个是会这个 这个金刚甲的话 防御力三十 但是会减这个敏捷 好的呃 这个时候呢 还是 先不要买 呃 现在买也买不了多少好的一些东西 好的 这个是铁铺 呃 武器垫的话 也是能这个 逃出来一些 呃 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些东西 呃 后期的话 这个金钱是这个 呃 这个随便拿啊 也是不用为这个金钱担心 呃 那么这里的话 让大家呃 为大家演示了这个 好的 这里的是这个防具垫 这里是武器垫 那么右下方是药垫 反正这个洛阳城的这个配置的话 就是这样 那么是在一些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右下方的这个三个地方 好的 那么是跟这个武林人对话呢 是可以这个 呃 增加自己的这个声望 呃 也是怎么说 呃 有一定的作用 这个客栈里面的这些人的话 也是有一些问题 呃 可供我们自己进行参考 我们促 Prime 这里的话呢 是这个 这个在名家中呢 是这个 一般的话 是找不到这些宝物之类的 这些东西 好的 也是为大家这个 将这个洛阳城的 一周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啊 可以这个 可供我们进行的 这个地方啊 来进行一些 这个选择 好 好的 那么这里 这个凡千军 那么这个凡千军的话 后期也是可以 这个加入到 我们队友当中 但是现在尤其这个 声望和这个名望 比较低 所以就是 无法这个加入 而且加入的话 人家也得 你必须得战胜他 才能这个获得 他的这个认可 好的 那么在这个一番 这个 这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呢 右上角这个 府宅的话 就是这个 欧阳喜的 这个大厅 好的 就是这里 那么这个 欧阳喜这个 CG头像的话 也是比较帅气一些啊 这个有这个 韩式风格啊 右边 把这个右眼 整个迷住 那么也是从这个 欧阳喜口中得知呢 这个最近发生的 这个女子失踪事件呢 是有一个叫 快活王的这个 手下九色财气四使啊 专门这个 供其享乐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加入了这个 武林外传 这部小说的一些 这个情节 好的 那么这里的话 也是这个 按照欧阳喜的 这个提示 可以这个转一转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到酒楼 好的 就是这个客栈 刚才武林人 回答问题的地方 好的 这里的话 剧情自动进行 那么是看到 一位这个 轻衣妇人啊 带着这个 丑女 这个 缓缓走过 那么这个 主角沈姑云呢 也是从这个 丑女的眼中啊 是看到了一些 这个事情的端倪 那么这个情节的话 也是这个 套用了这个 武林外传中的 一些这个 俗套 不敢怎么说 还是主角决定 要这个 向外面追去 好的 记住要这个 随时存档 好的 那么洛阳城的 这个 这几个角落里面呢 是有几个 隐藏的宝箱 嗯 好的 已经拿过 好的 这里从这个 东南文出来 好的 这里是遇到了这个 性情直爽的熊猫儿 那么熊猫儿也是这个 苦练这个 朱熹七 也是最终 中成眷术 好的 是这个 将两位这个女子 画到这个 带到欧阳喜家中 那么也是一番 这个交代之后 好的 这里是这个 熊猫儿回到 虎宅 那么也是遇到了 这个 武林外传中的 主角神了 哦 这个 两名角色之人呢 居然是被 化作了 仇女 好的 那么这里的话 是需要我们 想一些办法 尽量能够将这个 两位女子的这个 容貌进行恢复 呃 那么在大厅里呢 分别与这四个人 对话 好的 那么每个人也是有自己的 这个考虑 那最后呢 是跟这个欧阳喜交谈的话 这个时候呢 可以有一个这个分支选项 如果选二的话 那么后期就没有这个 可以将这个朱七七 这个容貌恢复的一些事件 呃 如果选一的话呢 就可以这个帮忙找一些 这个易容的材料 这个时候为了还原这个游戏的完整性呢 我们还是选一 好的 那么也是从这个熊猫的口中 是得到这个王莲花的这个消息啊 需要我们进行寻找 好的 那么这个王莲花的话 呃 这个想必大家也是非常了解 那么这个经常出入烟花之地的这个家伙呢 自然是在 在这个寄院 我们现在的一个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子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今天是在这个家伙子 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来看看 我们现在要来看看 这个家伙子 我们现在要来看 这个家伙子 就像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赢的话是有一些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这个十一级对八级 还是有一些这个偏颇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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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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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醋、成年少酒、金盐、还有这个细麻纱布 好的,呃,大家分头行动 那么这四样材料的话呢 是可以在这个城里面找到 首先呢是来到这个酒楼 那么在酒楼 那么在酒楼 好的是得到这个醋 那么向老板可以买个酒 一百一百二十五两两一百二十五两一百二十五两两也是前期来说是比较贵一些 然后再到这个绸缎装 好的,呃,买一匹这个细麻纱布 那么这个最后呢是在一个明知里面是可以找到盐 好的,就是这个左下方的这个明具 那么在这个搜集其四样东西之后呢 就可以这个回到欧阳喜家中 然后为两位这个角色美人回复容貌 好的,剧情也是自动进行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又是出现两个选项啊 这个时候呢可以这个将师妹啊提出队伍和一个人独闯天涯 那么也是可以继续这个二人相伴 那么还是选一啊 前期的话自己确实是攻击力相对来说相当的低啊 那么着实靠这个师妹的输出啊 没有办法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这个 呃,这个武林外传的这一个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旁系任务 也,也不能称之叫做这个支线任务 呃,那么这个就到此结束 好的,那么洛阳城这个攻略就这个到这样 那么离开洛阳城之后呢 呃,我们可以来到这个 呃,洛阳城旁边的这个 大金藤王府 好的,那么也是在这里,呃,找到了这个鹿小凤 鹿小凤这个CG做的话是相当有这个动感 那么一字这个胡子也是四条眉毛 有时有一点这个爱管闲事的这个家伙 那么也是从这个鹿小凤的口中呢 是得知这个凤凰级是可能有一些这个 呃,需要我们去打探 那么鹿小凤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影子出现 那么这个大金藤王府的话呢 也是没有什么可供我们进行这个发掘的东西 呃,所以的话也是在这里 呃,不需要有这个太多的盘缓 我们还是往这个凤凰级走去 那么这个凤凰级的话呢 是在这个 需要我们绕一下 好的,就是绕到这个差不多地图 这个左下角的地方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